看那些有錢人 人家照樣的資產不斷的在成長 就說哎呀 我這是不是應該要重新投胎 好 我們來看看 這是新的亞洲首富了 我們來看到印度的首富 之前呢 大家不是說 之前的首富是誰啊 現在醜聞纏身了嘛 但是呢 現在這位首富我們看到安巴尼 大家可能記清楚他的臉蛋了 以後呢 新的亞洲首富 我們來認識一下他 他很特別 他這個拉薩拉達尼現在變成了 這個全世界第九大富豪 而且是亞洲的首富 那他所屬的這個信實集團呢 就很像是南韓的三星集團一樣 甚至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這個呢 比三星更狂的是 幾乎所有印度人其實也很幸福這個集團 因為呢 每四個印度人就有一個去買他們家的股票 甚至呢 如果你投資印度基金的話 你幾乎每一檔基金裡頭必備一定要買的 就是信實集團的股票 算是基優股了 好 那到底呢 我們看到了這位安巴尼呢 為什麼最近啊 說他又重新拿會了這個亞洲首富的一個寶座 他做對了什麼事情 我們要說三星在韓國的稱之為南韓稱之為財閥 那如果講到信實企業的話 那信實企業就超大財閥 因為他在全球億萬級的這個就公司的比例來看 他是全球第四大 馬雲都不能跟他比啦 更不用說這個李嘉誠都完全被比下來 你就知道有多厲害啊 但是說真的 他其實並不是他創業的 是他父親叫做迪魯安巴尼 他們早期的時候就已經切入到石化產業 賺很多錢 然後呢 同時間呢 就在這個1977年就上市了 所以他富二代 對 他是富二代 但是他富二代 但是我要說 雖然是富二代 可是呢 當他父親上市的時候呢 那時候他其實在史丹佛念書 飲料公司上市了 馬上載學 回來幫爸爸 從那時候產業就開始從這個石化啦 紡織啦 然後這個你想像的任何的產業 所以他爸爸在創業的時候 這個事業還沒這麼大 對 他就是以紡織石化 就跟我們臺灣一樣 早期都是以紡織石化為主 但是擴躍到各個高科技 鋼鐵什麼東東做 還有最後接到通路等等 那當然人種是有生命結束的時候 所以迪魯安巴尼在這個2002年過世的時候 有一件事他沒做到 分家 哎呀 這麼大的財犯 怎麼分家呢 事實上他有個弟弟 他弟弟呢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 安尼爾 安巴尼 他們當然你知道這個 你這麼大財犯 你要怎麼分 這一塊也不錯 那一塊也不錯 我們怎麼分呢 最後是媽媽出來 雙方就分手了 分開了 真的分家 跟弟弟分家 但分家是創造兩個富豪 兩個都很有錢 好 當然我們談到 就是穆什克 安巴尼 就是現在印度的首富 也是全球第四大富有的人 其實他跟一般的有錢人不一樣的事情是 他高度寵妻 他就是把寵妻電視成為全世界的標題 除了性死之外 就是寵妻第一名 第一件事他寵妻 你知道 他替他的太太買一台銀色的賓士車 那賓士車上面相滿了鑽石 這樣不夠吧 然後另外就是他手上的鑽石 基本上大到你眼睛都沒有辦法看到 閃瞎 太閃瞎了 好 這也不夠 最厲害的事情是 他還生日禮物送什麼呢 我們大家生日禮物 跟老婆吃個飯就會很開心 對 送一束花是不是 開玩笑生日禮物 老婆說想要去旅行 旅行 那帶你去玩 不是直接買個六千萬的私人飛機 你愛去哪就哪 你覺得這個夠嗎 不夠 如果你在聽到這件事 你知道立正站好了 他花了450億新台幣 在印度的首府 蓋了一個摩天大樓173米 那重點是什麼呢 還聘了600個 就是我們說的仆人 來服侍他們五個人 他們家五個人 但是有600個傭人 因為這房子很高 這房子有27層 但是我要說173米 其實一般可以蓋到六十層 只是為了滿足他太太一個願望 就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可以服侍整個印度的首都 所以他等於是可以蓋60層樓 他只蓋了27層樓 所以他每一層都挑高 那當然有人這麼說的話 從來沒有看過他同樣衣服 穿第二次 他太太 對 不像我們衣服穿100次 所以這個寵妻 但是你知道寵妻不算什麼 寵女兒才厲害 你知道這個女兒結婚了 這女兒在2018年結婚 他女兒叫伊莎 他嫁的對象也不錯 他嫁的對象也是當地 有錢人的小孩子 也叫安南德 但不是那個神佛安南德 也叫安南德 然後你知道這婚姻花多少錢 看到沒有 一億美金 目前全世界花在婚禮上 最多錢就他 比這個英國的婚禮 皇后婚禮還要多 那一億美金 他什麼感覺 一億美金是等於是30億新台幣 等於是300萬張的1000塊錢 你卻負在地上 有什麼感覺呢 當然這婚禮最重要 大家注意到是有兩個人 一個叫希拉蕊 那你知道希拉蕊 你看希拉蕊在中間 就是他們夫妻倆中間 那個希拉蕊 希拉蕊可是什麼 希拉蕊可不是 不是只是克林頓的太太而已 希拉蕊也是美國總統候選人 也全程參與 他是他們家族好朋友 對 沒錯 那有這麼好的朋友 當然很重要 好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誰呢 是碧昂斯也來了 而且碧昂斯一口氣 長了2.5個小時 我跟你講 碧昂斯已經不參加私人演唱會 而且你看他特別穿上的是 這個印度的傳統服飾 而且更驚人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呢 更驚人的事情 他以前的唱歌是 五首歌200萬美金 那你想這個要多少錢呢 好 當然事實上 他這麼厲害 也是有人去踢館 就是Amazon想要踢館 因為Amazon看到印度 未來發展的趨勢 所以Amazon也說 那我要進軍到印度 但是被信蕊吃了一個牌頭 怎麼說呢 因為當時他就 Amazon為了介入 因為你不可能跟信蕊拼 正好當時 他第二大叫做未來企業 他有一個所謂的 發禮券的專門的公司 想要找募資 那Amazon說好沒關係 我兩億美金就砸給你 我跟你簽個條約 如果這樣你要賣掉 只能是我 結果你知道 還是打不過信蕊 你知道他們法院一年 你知道信蕊企業很簡單 你要知道 這個未來企業的所有零售商 大部分的地都是我的 所以我就說一句話 你租金不能繳 我把你收起來 結果你知道Amazon 對上他也陣亡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整個印度基因 主要元大漢亞野村群藝富邦 都擁有信蕊企業 那麼績效最好的 當然就是我們說漢亞 過去十年給大家投資報酬率 有120個百分點 最近股市稍微有點修正 但事實上已經開始回溫了 那麼近三年表現最好的是誰呢 是這個也一樣是漢亞 但一個後期之秀 就是富邦印度 也在步步進兵 那麼以目前為止 其實整個信蕊企業 他掌握是整個印度的經濟命脈 如果你認為印度的經濟還要持續 高度擴張的話 那以這個最大的財閥來說 那你認為 他的獲利會不會大幅增加 好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信蕊集團 現在這個新的亞洲首富 今天介紹給大家囉 那當然他所屬的這個信蕊集團 他一手操盤的 現在也是家大業大 是超大的財閥 歡迎回來趕緊帶你來關心 這個美股我們看到了 在聯準會確定升行一馬 然後這個葉倫部長一講話 哇 這個通通的 這個稀哩呼嚕的滾下來了 那到底呢 這個美股接下來 我們要怎麼觀察他 今天我們特別請到美股夢想家 這個是亞棠亞棠 來跟我們聊聊了 我們看到這個市聯準會宣布 升行一馬之後的表現 很可怕 這一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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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往下跌了啦 那到底接下來 你會怎麼觀察美股的走勢 其實我覺得之後要觀察 美股未來表現的話 可以觀察三個關鍵 是 第一個就是那個企業獲利 因為其實企業獲利 他是支撐股價持續上漲的最重要的一個動能 那如果像剛剛庭浩他有講 剛剛企業獲利的庫存 基本上在今年Q2的時候就有機會落底 對 雖然說可能現在市場都在focus 在說聯準會烙也要升多少啊 然後或者說銀行還爆雷啊等等的 但是假設你去看一下說 其他那個一些公司 他消庫存的狀況的話 其實是比預期來的好很多 像昨天Nike他公布那個財報 他就有提到說庫存 差不多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就可以回到一個健康的水準 然後或者說像是我們關注一些半導體 像是輝達 超微啊 或者說是那個intel等等 他們都有提到說PC庫存啊 其實在Q2的時候就有機會落底 如果說你看一下最近飛城半導體的表現的話 你會發現說跟倒紅指數就有蠻大一個差別 倒紅指數他其實最近的明顯是比較弱勢 但飛城半導體幾乎還是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就是因為飛城半導體 他裡面的一些公司 主要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那些半導體股科技股 那其實投資人也了解到說 其實他們庫存最高峰 最恐怖的時刻已經逐漸過去了 下半年獲利其實回復成長機會很高 倒紅指數為什麼會比較弱 因為倒紅指數他比較高的比例是金融股 那金融股大家都知道 就是最近的地雷風暴中心 然後再加上說昨天聯準會他又繼續升息 可是我覺得升息比沒有升更好 因為如果說今天聯準會他真的完全不升息 甚至降息的話 那可能會給市場一個感覺就是說 是不是代表說前方有更恐怖的地雷 所以你才不敢繼續升息 因為前陣子的話像是第一共和國銀行 或者說是那個矽谷銀行等等 都有面臨倒閉幾對危機 所以聯準會在這個時刻的話 他同時要兼顧說他要打壓通膨 然後但是他又要去釋放流動性 那所以我覺得他昨天的選擇算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就是升息一馬 一直安定市場信息 對對對我沒有要降息 就代表說現在經濟還厚厚素 但是我也不會繼續一直在瘋狂的升息 因為他昨天已經暗示說 其實未來利率的重點已經非常接近尾聲了 差不多之後再一馬空間就差不多了 然後最後一個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地緣政治 那所謂地緣政治其實就是剛好提到俄物戰爭的一些變化 那我覺得其實俄物戰爭的話 他現在已經從過去最緊張的時刻 已經變成就是兩國比較小一個攻防 其實風險會逐漸在降溫 那再來的話就是如果說呢 你要觀察下半年股票的話 我自己會分成兩塊 今年其實表現最好的 大家應該知道就是科技股嘛 對 那科技股的話大概呢 我兩個族群會特別去觀察 就是AI概念股跟電動車概念 NVIDIA是不是今年最強股票 真的最強股票 應該今年快要翻倍了吧 對 然後再加上昨天 他那個GGC大會上以後 他要去發佈很多黑科技 對 那個他有提到說 他透過把這AI呢 導入那個半導體製程的技術 然後那個整個生產效能 就可以提升四十倍 對 所以他提升四十倍 有什麼好處 不只說你那個所需要的運算 那個算力啊 那成本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是 那還可以大幅度的節省能源嘛 所以其實像是輝達 他昨天他說他跟幾家公司合作 跟台積電 艾斯摩爾 還有那個EDA大廠心思科技 這幾家公司去合作以後呢 然後呢 他預估說 其實這個整個生產效率 是可以大幅度提升 所以他又漲了 對 他又漲了 他昨天其實 雅長你怎麼看 你覺得這個回答還持續的有成長的空間嗎 嗯 我覺得其實 股價 當然我沒有辦法知道說 他未來會漲到多少 但是呢 以基本面來講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他的獲利是非常看好的 再來 右邊這個微軟也是一樣嘛 其實微軟的話 其實他過去一段時間的話 表現的話 如果你跟Google比起來的話 其實是好很多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原因 是因為現在微軟跟Google比起來的話呢 我覺得Google反應是有一點慢半拍的 對 就是他對於AI的話 他會擔心說 AI這種概念會不會去威脅到他原本搜尋的本頁 對啊 原本以前我們都是在打關鍵字搜尋 對 他列出一大堆搜尋結果 是 那我們去找這些搜尋結果的時候 過去我們可能就一夜一夜慢慢點嘛 對 那現在AI他會直接提供你一個清楚而直接的答案 對 那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講的話就很有吸引力 我比較節省時間啊 對 然後甚至我可以透過跟AI不斷反覆的溝通 然後還可以讓那個AI他回答答案 越來越符合我的需求 對 所以如果你有去看那個TradeGPT 他跟微軟自從結合以後 他那個Beam的那個搜尋流量 還有下載量 最近都是大幅度的增加 對 所以其實這兩家的話 所以AI可以看NVIDIA跟微軟 那電動車這個也是你看好的組織 對 電動車的話 今年特斯拉股價表現也非常好 對 那當然最近的話 因為原本 當然因為最近的話 因為其實擔心說連轉為他繼續升級嘛 所以其實特斯拉股價有一些回落 不過如果你去看那一些電動車銷量的話 其實他今年持續成長的機會還是非常的高 然後為什麼會跟安生美一起觀察 對 主要是因為 其實安生美他是那個碳化系元件的供應商 你現在好看 比まず再次數字幕 對 主要是 隨意見 天初日我們看到 需要前已看 與充電軍 我們現在好了 我們現在一陣子 我們現在